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路淡的龙幻蒲韵 相信大家来过很多次了 不过你又知不知道 其实它有食物的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间土生菜主打休闲 但它性价比很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在文物里面用餐 然后看着超180度的大景 在澳门的话在哪里找呢? 一如试试食吧 在介绍餐厅之前 一定要讲一下餐厅所在的位置 就是龙幻蒲韵 坦仔旧称龙幻 而蒲韵就是指这里的葡萄牙建筑风格 由五座外墙翠绿的屋仔组成 最早建于1921年 曾经是高级官员的棺底 1999年开始对外开放 而建筑物对外就是一片的湿地 和路淡金光大道五光十色的娱乐场 遥遥相望 是澳门重要的生态区 景观优美 鸟宇花香 生态的多样性也令不少人无名而来 既是一个旅游打卡热点 也是不少居民休闲散步的地方 这里可以说是见证着澳门历史变迁 介绍完外边的环境 我们不如将目光移到餐厅里 餐厅原本是龙环蒲韵 住宅式博物馆其中之一 名叫迎宾馆 主力推广土生蒲菜 为了令顾客体验到当时蒲人的生活 餐厅在装修和摆设方面 都搜罗各式各样的古物、秀印机、挂式等等 配合旧时蒲人的住宅风格 楼空的楼梯扶手 米白色的墙身 配上红色的窗帘 阳光透过玻璃洒入屋内 令整间屋的格调变得油和 相信未来的用餐体验一定是非常良好 虽然我们以前都为大家详细介绍过土生蒲菜 不过都藉着这个机会和大家温固滋身一下 澳门的土生蒲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可为全球首个融合料理 亦都被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是大航海时代 由蒲国人在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食材香料 和澳门本土的菜式互相演化融合 形成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 今天不如由这个辣椰汁鱼做头炮 开始这个土生蒲菜美食之旅 首先就有这个辣椰汁鱼 椰汁是土生蒲菜必不可少的材料 在土生菜中 我们会看到使用非常多的东南亚食材 例如椰子、柠檬草等等 今次就用椰汁结合了马来西亚、印尼 和葡萄牙的烹调元素 厨师选用鲁鱼 先煎香鲁鱼的表面 再用椰奶、辣椒、香菜等材料煮成醬料 之后再放白萝卜吸汁 最后放鲁鱼一起煮 浓郁的椰香味和嫩滑的鱼肉做配搭 既辣又甜,味道一绝 然后就到咖喱秋葵虾 这个菜式咖喱是主角 在土生蒲菜中 咖喱经常会以海鲜为主料 肉桂丁香这些香料 就是土生蒲菜咖喱的主要材料 味道上偏酸甜居多 反而不太着重新辣味 厨师先会煮秋葵備用 再爆香些虾 想融入葡萄牙和印度风味的咖喱 最后放秋葵煮多一会儿就完成了 这道菜式简直就是咖喱的香味 再加海鲜的鲜味完美结合 如果配上白饭或面包 用餐体验相信会更加提升 吃完鲁鱼 不如再试试另一种鱼 这个马戒幼椰菜卷 也是一个经典的土生蒲菜 用椰菜包着马戒幼拿去烤 之后厨师就用已经煎好的薯仔做底 放上马戒幼和焦糖化的洋葱 以上三款菜式都算是土生蒲菜中 比较少见的 如果想吃比较常见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教堂肉饼 它有另一个名字 即是普遍大家所叫的焗肉围 主要以牛或猪肉做材料 切成肉碎再加入葡国腊肠 水腩、鸡蛋、面包和糖等材料混在一起 再搓成一个大冬甩的形状 面头掃一层蛋浆 再加上烟肉 最后撒芝士拿去烤 一般大约烤45分钟左右 一个完美的教堂肉饼就完成了 吃下去口感多样 最重要的就是肉饼非常多肉汁 真是高水准之作 前面看到整条船 这个是什么菜式呢? 就是让虎瓜船 其实也有一段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澳门以前有很多船籍靠岸 而且是有维修的 所以船泊技术 又或者是船泊等等的资料 在澳门是非常多的 那蒲人过来之后 他就说不如做一道菜纪念一下 又可以做一个文化交融 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让虎瓜船出来 有很多的厨师 他们都会放不同的配料 你知道我们的 吃下去的鱼肉 或者是一些猪肉 要弹牙一点的 他就会放少少的虾肉 虾胶下去 有些就想它味道更出一点 他就放很多不同的配料 包括有什么呢? 蕃茄等等 下去做的 船当然是有海 他这个海 就做了好像有少少椰汁的感觉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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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呢 很多人不会吃蠔菜的时候 很怕它的椰汁味太浓 搶了 食材本身的味道 他不怕 因为虎瓜 是会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而且他很爽 他不会追求到 就像那些烹茄子 烹苦瓜 烹到它烂了 不是的 你依然都要用少少的咬下去 不过 他另外 那个肉 就很棒了 还有他这个 应该是放了少少的 蕃茄下去 跟肉一起吃 又跟椰汁本来的 很霸道的味道 融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甜甜的 我觉得千万不要叫它苦瓜 涼瓜就可以了 雖然也是一样 但出来的感觉 是一点苦味都没有 嗯 那开始吃一些浓烈一点 以往吃葡菜也好 土生菜也好 我很多时候都会吃到 那些叫什么 摩洛鸡 非洲鸡 这些经常介绍 但是今次这个 就是黄姜鸡 出来的感觉 有少少像 我们家里自己做一些 炆鸡 焗鸡 它又不会很干 它的汁水 热身程度 是刚好 不会太稀 不会太坏 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 即是鸡 经常都吃的 这些配菜 才是 妹仔变主人婆 变做主菜 因为它很索色 就试试 首先 它吃下去那一刻 味道不会很浓烈 但是 当你去到喉咙 或者是舌头 后半部分 开始试到味道 它的黄姜 和有少少辣的味道 开始涌出来了 非常之正 你吃一口 就想接着另一口 提一提大家 这里是有主菜 可以跟饭的 所以 你这个用来 拌饭 真是一转 然后再和大家试一下鸡肉 它的鸡皮 是脆的 但是 它里面很滑的 它真的滑到不得了 不会炸到 很粗糙的 所以 这些就是工价了 接着就到这个 如果 你觉得很熟 又可以 很陌生 又可以的菜式 就是 免治 不过它是鱼肉 为什么既熟式 又陌生 因为免治 我想你去餐厅也好 或者去哪一间 澳葡菜 也好 葡萝菜 也好 土生菜 等等都好 你都会有免治 但是我们经常都会是 免治猪 免治牛 等等 免治鱼 不是没有 因为做出来 不是很多人会接受到 因为很喜欢吃鱼的朋友 都会是想吃一疏疏的肉 一条 或者鱼腩 一大部分 不会是拆了肉 好像辣鱼 当然没那么碎 我们试试这个 首先说一下味道 吃下去的时候 它的鱼肉是很滑的 它又不怕去到 像我们吃鰻鱼 那样 就是碎了鱼肉 你依然都会吃到它的口感 肯定不会整块 腩位 让你吃到一疏疏 不同的 没有特定用鱼鱼 或者马戒丘鱼 总之你家里有什么鱼 都可以买来免治 是浓烈的 亦适合送饭的 当然免治 除了说是猪 牛 羊 鱼之外 它的灵魂 就一定在薯仔里面 所以 它今次用鱼肉去配搭 这个薯仔 是非常之适合 而且吃下去 又不会说很油膩的感觉 又不是很难咬的感觉 所以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配搭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吃惯了葡國菜 吃惯了土生菜 那你又叫我来吃葡式菜 好像不行 不行 你是没有选对地方 如果像你选到这里 那么多的 传统菜式之余 又有美景 这样的一个好地方 不止那么少东西 接下来 还和大家试试其他菜式 我出去走一圈 其实餐厅还推出了 这个土生小食套 和土生甜品套 给一些未试过土生菜 但有心思思想吃的朋友 尝一下 像这个小食套 有黄姜肉碎角 免治猪肉碎 鱼腐派 芝士多 和土生咖喱角这几款 还有一个酱可以给你用来中和一下咖喱角新辣的味道 但如果你是甜品爱好者的话 这个土生甜品套的椰汁糯糕 有没有花果大菜糕 杏仁松子蛋糕 鸡蛋椰汁糕 和这个饼干配冬瓜果酱 这个冬瓜果酱不止是新榮 市面上少见 搭配饼干一起吃 味道非常清新 可以说是浑浑味道 相对偏甜的土生甜品之中的清泉 而这个无花果大菜糕 都非常出色 还起到解腻的作用 所以来到龙环蒲韵 除了欣赏澳门世卫 不妨试下这间餐厅的土生蒲菜 认识下澳门的独有饮食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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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